现在是 4点半 这个宾馆啊 要7点钟以后才有热水 我现在还不能洗头洗澡 知道我的头发脏成什么样了吗 我已经四五天都没有洗头了 四五天没有洗头 然后转身之前 洗了一个澡的 可能要在这里休整 休整两天吧 我的腿真的好疼 太长时间没有锻炼了 这会儿去把洗漱用品 拿到房间里面来 都在车上放着呢 终于可以 好好的休息一下了 找了个宾馆 这个宾馆是240块 一个标间啊 它没有大床房了 这是我刚刚买的 这是火锅底料 然后粉 鸭血 香肠 两袋香肠 两盏鸭血 然后娃娃菜 还有个瓜 还有两个土豆 一瓶水 这些东西总共是104块 104块 可以了 这么吃 我觉得比外面 比在外面吃能好一点 能舒服一点 刚刚洗了个头 洗了个澡 给你们看看我的脚 这就是屠骨三天 的结果 右脚的这里 起了好大一个水泡 特别疼 一动就疼 然后这里都是起的碱 这里是碱 这里也是 然后左脚的泡 起的位置特别尴尬 在这个位置 你看 起了这么大个泡 特别疼 我现在再把这个小剪刀拿出来了 准备把这个泡剪掉 不然的话不计半天不会好 转山的时候吃了三天的泡面 嘴都给我吃成这个样子了 下来第一件事情 改善活食 虽然没有肉 但是挺香的 我觉得就这么吃 但是比在外面吃饭要香 这个火锅地料还可以 虽然没有肉 吃起来是真香 现在离喀什 还有1500公里 等到喀什了 我就吃肉 吃水果都自由了 这边的水果卖的太贵了 这边的肉 看着也很不新鲜 所以今天就没有买肉 就买点素 吃点素得了 主要是吃这个味道 好吃 满足 好 好 来